地屬意大利纳布勒斯的北约联军司令部大门外 气愤异常诡决因一名俄罗斯女特务在里头长期卧底被揪出来 甜美笑容眼前这位平凡无奇的俄罗斯女孩名叫科罗波瓦 以社交名媛拉丁美洲珠宝商的假身份 就以假名李维拉在利用色诱与迷惑的美人纪伎俩 长期埋伏北约搜集情报 而随着她的身份曝光 俄罗斯军队总参谋情报总局女特务幕后训练秘新也引起热议 你会继续在心理性的批准 你必须学习向所有的障碍 折扣你的衣服 当我们和你结束 那些新的世界就不再存在 藏不住的火辣身材 现在旅居美国洛杉矶罗闸 自称多年前曾是俄罗斯女特务 她说每位俄罗斯女特务都是万中之血 在莫斯科一间特务训练学院里 在冷战时期负责训练女特务 专门勤搜美国情报 不止英文口音 就连吃的习惯都得模仿美国人 当然以身体当武器 利用美色诱惑目标人物 获取勤资 更是这群女特务 惯用的手法 只年轻貌美 俄罗斯女特务各个身材较好 罗杂再一次色诱行动 因爱上目标而宣告失败 如今逃到美国 然训练美女特务 不止俄罗斯情报局这样做 中国也是如此 包括民国时期最美的女特务 郑平如 也就是电影色剑女主角的 真实主人翁 郑平如被抓后 22岁遭处决 利用美貌接近日本人 她多次成功窃取重要情资 外表虽是他们隐藏 间谍行动的卫装术 但女特务的本事可不少 穿起红色女情报员朱峰 则又以贸易工作当掩护 秘密潜伏 最后因遭叛徒出卖 45岁遇害 连家人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潜伏的女特务布局的桃色情网 杀伤力极大 她们的一身既残酷又冷血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